我刚刚是不是设了一些样式 我设定好这些样式 我会不会希望说重复可以使用 我们先把第一份设计出来 就是这个是标题一长这样子 这个是标题二长这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档案 先把这个档案先存 先储存起来 所以档案底下 是不是可以 我先把它另存好了 存到例如说低磁列基 好我们今天的上课 假设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中三区健康服务中心文件样式 然后呢 你就直接把它存成这个DOC都可以 就是我先把它存起来储存 好 我先把这个档案我就直接先关掉了 直接关掉 我开一个新的文件 我开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刚刚那一份文件我就先把它关掉 我把所有其他文件都关掉 我只留那一份新的文件 好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希望它是一个标题 我希望它是一个标题 我希望它是一个标题 好 我就先随便去 甚至我还把这个标题二修改 改一下它的颜色 我随便改了 例如说这边我把那个字的颜色 假设我改成红色好了 红色比较容易看 确定 那你去看一下哦 我现在呢 我希望我用刚刚那一份文件的所有样式怎么用 就是直接在常用底下这个样式点它 然后接下来这边这边最最最最下面有一个叫做管理样式 管理样式 管理样式里面我们去把那一份文件的样式全部汇入进来 所以点这个汇入 点好汇入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现在我是文件4 现在我是文件4 可是我右边 右边这个地方呢 我先不要用这个Normal 不要用这个预设的档案 我关闭档案 然后开启档案 开启档案 然后选什么呢 选我刚刚放在D磁列基底下 这个地方他只会去找DOT 所以我们先改成所有档案 是不是有一个刚刚我做的中山区健康中心文件样式 好 然后开启 然后请把这里面 请把这里面所有的样式哦 所有的样式 复制过去 那你会不会复制标题的样式过去 会不会复制标题的样式过去 通通都会 他是用刚刚那份文件的标题 好 全部揭示 然后关闭 你根本就不用花很多时间去设那个统一样式 就是你只要有一份文件 记住 你其他人只要会使用 你是不是就有这些什么 像这个 这个是标题一嘛 对不对 一模一样哦 绝对不会做任何的变更 要学这一招 好 好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